大家好,我是美国布比医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有关新冠疫苗的新消息 一个是莫德纳他们的信使RNA的新冠疫苗 已经在申请对于儿童12到17岁这个年龄的紧急使用授权 估计还要几星期才能批准 现在这个年龄段已经有辉瑞的疫苗可以用 如果在下面一个月有了莫德纳的疫苗批准 这样疫苗的资源就更加丰富,是个好消息 第二个消息就是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 现在FDA批准他们可以储存更长的时间 以前是三个月,现在是变成了4.5个月 他们储存的温度是36到46华氏度 不需要在冰点以下,这个温度的冰箱非常容易找到 这是一个好消息,储存时间长,这样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谢谢大家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